启动的时候顺便把它打开来 或者是说你有增加一个按钮给它 按下它 那它会自动启动起来 那比如说我今天 假如说我们原来的资料在这里 那我希望再增加 假如说还有别人的成绩 那我基本上 以前 如果你给 别人帮你输入资料的时候 尽量还是给他一个框框 给他一个限制 否则的话 一般人会给你乱填 填完之后你要去 帮他整理资料 帮他处理资料 他错误的资料 你要花更多时间 所以像以前很多的企业最大的问题是 他没有做出一个表单 让那个使用者端或者业务端 他比如说要key一些东西 大家就不知道怎么key 然后即便你给他规则他也不看 他就随便key key完之后 你最后你要帮他整理那个错误 是相当麻烦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 你就是在让他输入成绩之前 先启动 让他一个 规范 就是尽量不要让他直接在这边填就对 让他知道说他要填什么东西 比如说呢 这边的话 我们基本上 就会需要给他一些 东西 比如说包含就是 他的姓名 这个可能就是填进来 然后他的什么 这个什么 答卷考核 一个成绩 这个一个成绩 这个 那平均的话 你可以不用让他填 因为你不能说平均 他总不可能旁边有个计算机吧 所以你可以帮他这三个成绩 相加除以三 帮他丢在这边 取到小数人的第一位 这个我想做法 或者是你丢个公司 取公司也可以 然后就是 是否合格 然后呢 他的等地多少 这个其实都可以 如果这个综合评定合格不合格 我们可以呼叫刚刚写的那个方选 其实 在表单也可以呼叫刚刚的那个方选 那你方选的话呢 直接可以把答案就丢到这边来 然后我示范一下 大概这个是表单的一个雏形 那他能够做的 第一个就是说 让使用者不要乱输入 不然的话 会增加你非常多loading 你很多以后的工作 都是要帮人家整理资料 帮人家 纠正错误的很麻烦 之前有同学好像有用这个方法 他是在公卖局 他底下500多家的经销商 那以前就是给ESHEL党 他们乱自己填吧 填完回来之后 他光要整理那些东西 他都 花非常大的 这时间力气 后来他用这个方法 他就 太好了 之后再也不会有错误了 为什么 那个经销商那边只能这样key key完之后资料到那边 他自己再去整理就几乎没有错误 省掉很多麻烦 OK 所以我是建议 以后如果你要需要前端有人帮你 输入东西的时候 你就给他一个这个 这个一色的档 你就是跟他讲说你这样的输入就好了 你不要给我乱输入 OK 有个限制 那我 接下来就是我们输入 假设需要给 4个栏位 第1个栏位 Enter 他会跳第2个 那就输入第2个 其实也蛮好说 再Enter 很简单 再输入第3个 再Enter 再输入第4个 再Enter 理论上应该自动输入 不过我看我是不知道怎么写Enter 有没有 他就自动怎么样 把结果丢过来 有没有 这一串呢 就是刚刚填的 应该是我只有填几个 填这4个 对不对 然后这 后面这3个是怎样 程式后面自动再把它衍生出来 然后并且把这些怎么样 全部又清空 对然后游标又帮你 把他从这边 直接跳回来这边 让他又重新可以输入 所以他怎样又可以再输入另外一个 BBB这个人 我假设随便输入几个成绩 再Enter 又一个 再来又跳回去 对 其实还蛮好用的 我是自己是这样觉得 自己这样输入 Enter 又有了 好像还蛮顺的 Enter 所以如果工作里面有一些 输入切面 这样不是很方便吗 而且自己用也觉得方便 别人用应该也觉得很不错 可是这个要怎么做 OK 我是觉得很好用 但是 不太好做 因为 你们要另外要熟悉 VBA 里面的一个很重要功能 就是叫制定表单 要制定表单 那怎么制定 OK 我先大概 给各位看一下 首先的话 我们步骤流程一 就是要设计一个类似长这样的表单 OK 第二个的话 再把它叫一个按钮 把它呼叫起来 所以你把它关掉之后 怎么再启动 按下它又启动 OK 所以这个 再来的话 你要在撰写里面对应的程式 让它可以输入完之后Enter 自动把东西 帮你新增到这边 所以 那当然我刚刚是直接 Enter 直接就 当然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它按新增 所以关键就是把程式写在这个新增背后 这个按钮背后 它就帮我新增 怎么做 OK 好 所以各位问题 不过没有关系 如果你实在是 有点比较跟不上的同学 回去请自行再观看影片 不然的话这东西其实 真的有时候漏几个步骤就会做不完 然后接下来第1个开发人员 好 怎么做 接下来我们重点来了 1 请各位看一下 刚刚我们是在这个 VPA的专案里面 其实档案就是一个专案 有没有 我们是新增按右键是插入一个模组 对不对 那各位应该有看到吧 上面有什么 制定表单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它了 OK 所以VPA里面 第2个主角又要出现 制定表单 这个 OK 这个表单跟模组最大的差别 其实就是 模组只能写程式 他没有画面 但是表单的话呢 他 也有写程式的地方 像模组一样 也可以让人家产生画面 然后那个画面可以 让使用跟使用有互动 一般我们 叫这个 这个表单 其实就是所谓的设计UI UI就是 User的interface 跟User之间的沟通的桥梁 OK 这个还蛮好用的 因为 如果其他的工具要设计 没那么容易 我是觉得 VPA这个部分还算是简单 怎么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1 所以 我们就按照标准流程 所以回去如果你做错了 你就把它砍掉重来 1 插入以按右键插入制定表单 OK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会跳出这样的画面 有个工具箱 请你移到旁边 有一个叫User FoneE 的东西 那这个就有点像是我们将来要看到的那个表单 只是说呢 好像有点差异 哪边有差异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其实云端上也有了 不过我是放在 设计表单这边 将Excel当成资料库来用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把Excel 概念差不多了 以后如果你不需要很大量资料 其实Excel拿来当资料库 可以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有什么不可以 只是差别就是说他最大的比数 可能没有像资料库 无限大 那Excel的如果你把他当资料库来用的话 最多可以放几笔资料呢 之前有同有一个那个外国人是这样 他就把按住不要放 然后一直他想知道到底能够到多少 其实根本不要这样子 而且他说他按了 大概他一边按一边吃吃面还吃东西 然后按了八九个小时 终于知道答案了 我说你根本不需要吧 你Ctrl 向下不就好了 OK Ctrl 向下就是最下面了 你干嘛按住不要放 可能他也是有没有学好 看那个新闻我想说真的是 真的那个叫 现在叫什么废文 还是叫废片吧 根本就是差一个废片嘛 这样也可以是一个新闻 而且那一 那一天的新闻媒体还每一家重播好几次 Ctrl 向下 那特别注意 目前看到他最多是6536 不过因为我们是相容模式 所以相容模式是2003 是2003以前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呢 把它另存新党 因为我们现在都2007以后的 所以另存新党浏览的时候 你就把它改存成 不要是2003 你把它存成一般的 那因为我们有聚集 你就启用聚集的活跃部 OK 如果你把它储存之后 再把它关闭 重开一下的话 那你会发现 我们的那个 这个这个 切到这边 这个 特别注意是 把那个 检视图把它放大一点 大图示 是这一个 如果说你要知道 副档名有没有 检视旁边有副档名 它的副档名是 XLSM 而且是这个图示 另存 那原来是 XLS X而已 没有X 也没有M 那这个是 就是 旧的格式 你把它 存成新的格式打开来 那一样 我们再来看一下 Ctrl向下 Ctrl按住 然后向下 那你会发现 刚刚是65536 6万多笔 那如果说你试用新的版本的话 它最多 可以到多少 其实它多蛮多的 大概是1048576 1048576 104万笔 所以这边启用内容 OK 刚刚是 有没有 6536对 如果你是 不是相容模式 你再把它坎错向下 有没有 1048576 大概你就不用 你就记整数了 就104万就对了 104万笔 如果 一般来用 应该也绰绰有余了 OK 所以第一个 如果你拿阿航来当资料 应该是没问题 第二个的话怎么 去做那个 表单 1 先按右键插入制定表 2的话 把工具箱摆在右边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 参考一下云端的这边设计 我们假设 第一个 先针对这个外面 由外而内 由左到右 分别完成 那第一个的话 上面这边有个 层机系统 它的底下颜色是 浅绿色 当然你颜色你自己跳 那怎么改 请各位注意一下 下方有个属性 面板 这个一定要打开 如果你不小心关掉的话 请 一定要把 属性的这个面板 打开 属性 那属性的话 指的就是你要设定的 这个物件 这个元件 它的相关设定都在这里 比如说它这个名称叫 User Phone 1 我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叫什么 层机系统之类的 那怎么改 特别是要 它有个属性 叫caption 这个的caption 指的就是 这个名称 caption 特别是要属性 caption 把这边改一下 改成什么层机系统 OK 第一步 Enter 出来 OK 所以 可能要记一下caption 第二个的话呢 这个的底线 它的背后颜色 背后颜色 其实你可以用拆的应该可以拆得出来 因为它这个属性都是 等于是只是英文名称而已 你就把它翻成中文 它的 底色 底色的话应该哪一个 这叫back color folder color folder style 这fold color 前景 back color 其实 背后的颜色 所以 点一下旁边这边 它有个调色盘 那你选一个 我是选这个 但你如果不喜欢这个颜色 你可以自己选一下 第一步完成 我们的表单 基本上就OK了 那大小你可以调整 如果你要大一点的 像现在手机的 那个画面都很大 那windows你也可以大一点 因为你把它执行的话你会这么大 OK 里面还没东西 不过有时候太大你这个里面的东西要大一点 你不要这个大后面那个都小小的 不美观 不过我们现在 先不求美观 我们先求有就不错了 你不太可能你一下子马上就把它又做得又 快然后又漂亮 然后我们就大概这样子好了 OK 第二个的话你就大概参考这样子 OK 这边 放四个 就是叫label 标签 这是四个test box 一个command button 所以 基本上 我们会用四种元件 在工具箱里面 它基本上放 这个大a是标签 就是我们放最前面的 由左到右 第二个的话 小a小b是文字方块 就是填字要用的 第三个 就按钮 就是叫command button 其他不要用 因为其他不是 没有用处 是目前我们用这三个就够了 这三个是最常用的 所以第一个我们先 大的label 点一下 然后你请你把这边拖拉一个 接下来的话我那个画面这个把它调整一下 第一个要面对问题是说它字太小 还有字不对 我们要改成姓名 这个怎么改 刚不是有个caption 其实你点它 这边 一样label 这边就有个caption 请你把caption里面的字改成叫姓名 所以这边输入姓名 一 一样改caption 然后把caption里面的字改成 叫姓名 Enter 好 字改 但是问题来了 怎么样 字太小 怎么办 请你找到 这个caption的下方 一个两个三个有一个phone 有没有phone的话就字形 但特别注意你怎么去调它的大小 特别注意 它有一个很不好操作的小机关 躲在这里 因为这有很多东西要设定不会设定 找不到 它躲 你必须 要点一下 这个之后 它这个按钮才会出现 你就点这个小小的按钮之后的话 它会出现就是说让你挑你的字 字形还有大小 颜色等等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把它改一下 也许把字改成16 OK 按个确定 字放大 有没有 然后再来的话 调一下 调一下 OK 因为等一下还有什么 成绩考等等 好 那接下来的话是怎么样 底色部分 我不要这颜色 我底色的话 back color 一样 不要是这个颜色 我把它改成灰的 浅灰色这个 这样子 太灰了 第二个 如果我做一个之后的话 另外还有三个 如果你还要再拉再做 花时间 像我的习惯 就是把这个复制 改里面的字就好了 复制 什么复制最快 像我的习惯 Ctrl C Ctrl B 也可以 我之前讲过 拖拉怎么样 加一个Ctrl鍵 两个 拖拉加一个Ctrl鍵 三个 四个 而且你会发现 很精确吧 里面的字 就分别把什么 把这边的字 答案考核 记得取笑一下 把它切到这边来 把它的Caption 再贴一下 Enter 然后这边的话 这个Ctrl C 切过来 这边 这一个 这个的话 就再把它改一下 这个Ctrl V Enter一下 好意思类推 所以 总共还需要有 这个 这个把它再 切过来Caption Enter 这样都OK了 由 左到右 然后再来做什么 再来小A 小B 一样先拖拉一个 然后 大小先决定一个 我建议 因为这个好像不能它太 它好像中间间距没办法 大概就这样子 所以再把它拉过来一点点 这个再复制 Ctrl 键拉住 OK 有没有好精确 这有练过的 才有办法 如果你没有练过 像你一定这样 Y7 一扭8 怎么办 慢慢巧 不过 我教各位一个技巧 这样选取 如果不准 你上面有一个叫 就是像那个以前排队一样 排头为准 没有 向中看齐 有没有 这个 这个是第一个吗 这边有个格式里面有个什么 对齐 对齐哪一个 对齐 主控向的左缘 有没有 对齐了 如果你没有拉准 可是间距不一怎么办 格式里面有个什么 这个应该叫什么 上下的应该叫 垂直间距 把它改成什么 相等 这样就OK了 有没有 所以前面也是一样 如果没有排整齐的话 你就是用什么格式里面的对齐 跟间距 马上就排整齐 OK 最后的话 再加一个什么 comment button 这comment button的话 一样拉过来 这个comment button 大小 其实 自己 调一下 里面的字 不外乎这边也是这样 什么新增 反正这个就是 大概参考一下 新增里面字太小 一样这边点一个phone 然后按一下 字的话大概16 字的颜色 就是前景4 color 字颜色如果改成红色的话 就这样 看一下是不是一样 对差不多 然后大概就完成了 其他都不用改 最后如果你做完你就上面有个执行 你把它按一下 取下一下 你要点那个phone 点phone再去执行 它就跳出来 OK 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看一下大概的效果 如果OK的话 那第一步就完成 应该不难吧 这个可能比小画家还 差不多难一点点而已 其实也差不了多少 要把重点回顾 1 启动VB按右键插入一个制定表单 2的话呢就是 把那个 就是表单的caption 改一下成绩系统 然后它的底色的话就back color 再利用那个工具箱 如果工具箱关掉的话没关系 一样这边可以再点开来 或者是检视里面也有工具箱 那里面的话用这一个 Label做前面的 这个做文字方块 这个做命令 OK 画面先换给 各位试一下 表单部分 表单是很好用 不过其实难度 所以我刚刚有特别跟各位讲一下 这是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 相对的因为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呢 他的能够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像如果你想要做复杂一点 你要做一个 简单的进销存系统 拿这个来做就绰绰有余了 其实也不用讲不只是 进销存系统 反正你身边只要 关于要输入资料 input 到资料库里面 以前可能要找外面的那个 那种设计公司做的 其实说真的 这个来做 可以 够不够用 绰绰有余了 不过前提就是说你要了解他的整个运作流程 如果你可以掌握的话 这个能不能写出一个系统来 绝对没问题 而且现在蛮多公司 内部 加着小型的或者小部门 就是 几个团队 或者几个个人用的话 用这个集就足够了 你之前有那个像什么台积电 台积电他们 之前有来上我课的学生 我有问他 他说他们 其实台积电用 VBA用的 还蛮多的 所以这东西 不是说只是 好像玩具 我觉得他其实真的可以发挥 工作上还蛮大的效果 OK 所以请各位 试着把刚刚的这个表单 试着做做看 而且这个表单的设计 如果 这工具太方便了 如果跟其他的设计工具比起来 其他工具真的很麻烦 要光要设计的表单画面 其他工具就没这么方便 很多地方都要自己写程式 OK 试一下 把那个 表单的画面先拉出来 因为这个工具有点复杂 所以你们可能要 花点时间跟他培养一下 培养一下感情 要了解一下他的位置 然后试着 参考那个云端白板上面的那一个 资料 试着做做看 那么